感谢上天,给了我好的祖父们,好的父母,好的姐姐,好的教师,好的伴侣,亲戚,朋友,几乎全都好 我从没有冒犯过他们任何人,虽然我的天性也很乖张,遇到机会也难免于这种过失 但是上天安排得好,我从未遭遇这种考验的机会 有我的祖父的妃子养育我的时间,幸而不算太久,我长久地保持了清脆的节操 在未到适当时间之前,未曾试过女色,实际上是向后展颜 我幸而有严富都泽,使我免于一切的虚焦 教导我,住在宫廷里面,可以平除,卫士,灿烂的服装,植火聚者,雕像,及其他类似的铺张 一个国王也可以屈尊于贵,将到几乎和普通平民平等的地步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并不至于因此而有失尊严体统 我又幸而有这样一个弟弟,他的品行足以提醒我随时减点自己 同时,他对我的敬爱也使我甚为愉快 我的孩子们也都不愚笨,体格也没有缺陷 在修辞、诗歌及其他各科,我没有较大的成就 如果在这一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很可能我会层立其中 我很迅速地把我的教士们着身到他们所西医的高位 并不曾因为他们连世上亲,便加以推脱 图使他们空怀希望 我又幸而获释阿波罗利斯、拉斯迪克斯、马克西莫斯 何于自然之道的生活,其真意所在,我常能清晰地领悟 所以将的神指,以及他们的富有、暗注和意向 均不阻碍我立刻实行何于自然之道的生活 我如今未能达到这个理想是由于我的错误 也是由于没有听取神指的提醒,不几乎是告诫 我的躯体信而能维持我的生存如是之久 我从没有接触过Benedicta或Theodotus 以后有一次陷入情网,但是我又得到了解脱 我和罗斯迪克斯常有局余 但是我从没有做下什么日后悔恨的事 我的母亲虽然死得早 她最后的几年是和我在一起的 凡是有人发生经济困难或需要其他的帮助 我总是不另寓意援手 从没有一次发觉手边没有钱 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接受别人帮助的需要 我幸而有一个贤妻 如此的柔顺,如此的亲爱,如此的朴素 我的孩子们也从不缺乏良好的教师 靠了梦中的指示 我治愈了吐血,头血的毛病 就像解决了其他的依赖一般 在Kelta也有这样的灵验 你需要如此做 我要攻读哲学的时候 没有落在一个诡辩者的手里 也没有只是坐在书桌旁边 变成一个分析三段论的人 也没有忙着研究自然界现象 上述的一切 若没有神指眷顾或命运横通 是不可能办到的 我们要留步你的股价项 这下词我们的股价项 就会重新出现了 身体的股价项 在靠近下的股价项